近期不同机构做的总统大选民调有个共同的趋势 就是民进党的赖销配是领先的 接下来是国民党的侯康配 支持度大概是28%到33%左右 民众党的柯营配则是借在14%跟26%左右 可是民众党公布的内参民调数据却是大相径庭的 柯营配呢冲到了27%左右 是居次的还超车了侯康配 而且跟第一名的赖销配也在误差范围内 高喊总统立委选举一马归一马 当国民党有条件的包容蓝白毁婚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却抛出了弃保新界 slogan精神很明确 要中间选民别理会蓝绿的归对呼唤 或许早已料到百年大党认为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其实别有所图 就是对20到29岁的选民支持民众党的比例是最高的 一些人某种程度上他在本质上面比较偏绿 国民党用非常强的一个气泡效率 而且也真的产生效应把这个 目前支持柯文哲的一些淡蓝的票叫回去的话 就怕过度操作 让侯康佩真的只能稳坐第二 其实过去一年在蓝白河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有求于柯文哲 他最后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板块是非常非常固定的 他没有办法向中间选民 然后或者是说知识分子 或是年轻人来强烈的支持国民党 民众挺柯 原因其一是讨厌现在的民进党 因此这群人就算退而求其次 也不可能转头 光谱敏端 二三名的位置调过来 不过这个位置现在不是差得那么的明显 很可能就是来自于原来负债 这个白色力量里面的淡蓝 跟所谓的韩粉吧 因为韩又被踢为不分区第一名 所以这些人可能是会移动回去 2024总统大选 桑卡都态势正式成行以来 民调太半显示 民众党柯赢配支持度落居第三 然而曾温的不只是蓝营 还有执政党赖萧配 就在蓝绿意图顺势边缘白色大军时 民众党内参民调接连出炉 以去年12月下旬 柯文哲进办总干事 黄珊珊公布的数据为例 由求真名义公司 在12月16、17两天 针对户籍在全国22县市的 年满20岁以上成年人 透过试化手机双抽样进行仿查 在有效样本1225份里 抽样误差在95%的信心水准下 赖萧配以31.5%领先 而民众党的柯营配 百分之27.2居次支持度 创下当时新高 也再次超车国民党豪康配的 1.4个百分点 但论及当选看好度 柯营配仍然不受期待 就算换成其他数据 民众党也并非一路下探 对于数据斤斤计较 因为没人敢认定 民调像是梦境和现实相反 民众党跟国民党 都要防止自己变成第三的原因 就在这里 因为你变成第三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被弃薄的对象 如果参考过往 2012大选最后6个机关封关民调 国民党马无配和民进党的蔡素配 最后得票率都高于支持度 唯独第三名的宋林配 状况相反 类似情况 在2016年政党轮替那次大选 再度重演 将棄保屡次被讨论 这回更有人主张 如果蓝绿挖墙角 动作越来越大 柯文哲还得防范 票源双重流失 但是棄保会有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说 差距大到某种程度 但是大到某种程度 还不一定会棄保 这四年来你去看的这个部分 已经不是蓝绿而已 你知道这三角有不一样的三角 对不对 两大一小 或者是三足鼓鼎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到某种 三足鼓鼎的空间了 学者认为当前绅士 三方阵营谁也没有绝对优势 要谈棄保 演出过早 除非特定事件过后 板块移动 状况激化 棄保如果要发生 大概也会到1月 而且是辩论结束之后 才有可能慢慢的这个发生 最后比方说前后的 前三天或五天的时候 那政党做民调发觉说 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那就只好赶快主动去棄保 这是唯一的 唯一的可能 民意如流水 靠了空气票起家的白色大军 不可能不方 但是蓝绿也无需期待 坐手于力 TVB的新闻朱光宏 叶甫 看不到 那三组候选人 现在都想抢客家选票 全台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是客家人 而过去新竹苗栗 是国民党的铁票区 2016选民却转而支持了 民进党 不过上一届总统大选 蓝营选民又归队了 而这一次呢 民进党希望要深耕客家庄 可惜立委候选人 太多是生面孔 气势上略逊一筹 老人关怀活动上 民进党桃源市议员彭俊豪 国民党立委鲁明哲 同时站在台上 气氛和谐 却有一股先礼后兵的味道 毕竟各自代表蓝绿 角逐这次中立选区立委席次 四年后两人再回到 相同战斗位置 深蓝的桃源第三选区 会继续是铁板一块 还是可能蓝天变绿地呢 不管差距有多少 但是我们的节奏 我们的步调都不会改变 我们还要扛起这个侯康贝 总统在地方能够 从中立引起来 所以我们会更努力 中立人口约43万 全台乡镇市区人口第三多 其中客家人口占了54% 超过20万人 中立也是全台客家人 涉及最多的地方 以省级来做区分的 那样的投票模式 真的渐渐被淡化 所以十年前我才有机会 一个眷村小孩子 在中立客家庄 选上中立市市长 中立的客家人 很多选区的立委候选人 一早就来到社区活动中心 败票争取选民支持 而不只是在中立 整个陶竹苗三大客家票仓 都是各党极力抢攻的目标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走访竹苗 出席后援会成立大会 指导蓝银铁票区 赖清德还勤练客家化 提出客家政见 透露拓展客家票决心 比如说客家的公共化 还有后置客家的文化 其实客庄的在创生 那这部分我们都会持续来推动 我们针对像客家电视台 电台或者客家的一些语言法 基本法 那甚至一些我们的浪漫台三线 那还有后来的斯克伯的一些 博览会的一个巨型 都一再证明 我们对客家族群的认同 以及支持 至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多场大型造势活动 首战就从苗栗县出发 强力固装 回顾陶竹苗蓝绿板块变化 2016年蔡英文陈建仁 在西台湾得票 横扫国民党朱立伦王如玄 但2020年新竹县苗栗县 成为台湾西部 为二成功翻转 韩国瑜得票数超过蔡英文的县市 显见竹苗的传统客家庄 仍是来迎票仓 侯友宜侯市长一开始就非常重视 我们提出了所谓的这个 100亿的客家文化发展基金 希望打造70客庄 同时我们每四年要成立一个 世界客家博览会 那这一次我们发现 其实在桃竹苗 尤其是中南部的一些客家族群 过去来讲我们是强势的地区 这次比较没有那么的优势 此外新竹市是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的本命区 柯妈何瑞英是客家人 柯妹柯美兰也在这里 以五党籍参选立委 我觉得我们民众党理性务实 科学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其实跟客家人务实 情根语毒这样的一个文化 其实蛮符合的 在柯文哲展现他的财政纪律 以及务实的态度的时候 能够吸引这群族群的一些认同 为了抢进客家族群 柯文哲出招希望展现家乡效应 我们希望可以落实客家基本法 在语言文化上面的保存 可以有更多的预算跟人才挹注 第二个希望客家传统产业的振兴 第三个我们希望可以打造 一桩一节庆一桩一特色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 能够真的发光发热 第四个是客家的这个文化 能够数位赋能 第五个我们希望可以打造 国家级的议文活动 议文节庆 第六个就是打造台湾 可以成为全球的客家中心 陶族青壮年人口多 民众党有机会获得中间选民青睐 但组织路战不敌蓝绿两大党 是柯正迎召门 选战倒数不到两周 蓝绿白决战台三线 客家票成为兵家必争之敌 TVB的新闻 李伟华王沃宇 新北桃园采访报导 选举需要很多的选务人力协助 可是人员招募上还是很不容易的 虽然今年选务法修法了 但是要找更多的非公务人员 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主要是这份工作必须要全神贯注 不能够出错 还要受到媒体跟选民的关注跟检视 而且票务越繁重的投开票所 找人就越困难 必须要靠人情说服 唱票人员一一唱名选票 后头的计票人员跟着动起来 投票日从早到晚 选务人员绷紧神经 要让流程顺畅 不只靠经验 还需要彼此的默契 选务人员的部件 它是会有一定比例是要是公务人员 然后剩下才开放一般民众 所以公务人员的话 其实这个去公所这边在找 他们都会以礼干事为主 就会有自己熟悉的人 就对他们来说也方便这个运作 不用每次都重新去磨合 从交一遍 不过当新任礼干事上任后 也可能遇到得重新找人的问题 尤其公务人员流动率高 而近年来也有部分县市 面临投开票所地点难找 公务人员任选务人员意愿 不高的挑战 但因为工作费用相同 就面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因此越繁重的投开票所 找人相对困难 就必须靠人情说服 新北市在2024总统大选 共规划2681个投开票所 比2020年大选增加122个 因为选举人数增加 投开票所也必须增加 投开票所设置的部分 地点多数是设在学校 或是活动中心 那首数是设在公庙民宅 那这部分的投开票所设置 也已经全部都设置完成 没有问题 目前新北市学务人员 已经早期正举办教育训练 之所以训练 除了放宽学务法规 其实也因为今年调高工作费 主任管理员一天3700元 主任监察员则是3050元 历年来投开票所当中 学务人员里头的公务人员 必须要超过一半 但2023年已经降到了三分之一 目的也是要鼓励 非公务人员一起来协助 主任管理员和主任监察员 放宽标准 现任或是曾经担任过 都可以符合资格 减轻人员招募的压力 毕竟参与选务工作压力大 除了要早起 还要背负责任 不能犯错 尤其现在资讯传播发达 因此许多老师都不愿意做 你监票的人你不必六点半就到现场吗 你在家里都五点多起来 如果又寒流来的话 然后地理区位又更远的话 他的时间成本也会花更多 所以他会让一些志愿者 或者是有意参与的人 就比较望而却步 过去啦 过去在选情非常激烈的时候 大家或多或少 也有一些担心选举纠纷的这种疑虑 像是金门 因为临时约聘雇人力充足 当选务人员可以领钱又有工价 不少人抢着做 但相较于都市地区 就呈现两样情 中选会好像有发函给各级学校 也希望大家帮忙推广 可是学校的做法或许就收到这函之后 你可能放在自己的官网 或是在那种布告栏张贴 可是其实曝光度是不足的啦 所以说未来如何能够达到这样 同工同酬的一个目标 以减轻都会地区工作人员招募的压力 这个部分因为是全国一致的 则必须有待中央来做进一步的 研究跟讨论 尤其未来人口总数瘦身当中 学务人员难寻的问题可能会变成常态 里长建议从推广上更积极之外 新北市选委会副总干事黄瑶璋 则建议中央改善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也许能吸引更多人投入协助 电动车的车主维修上可能得多花点钱了 这是根据数据的统计显示 电动车的碰撞维修成本是比一般汽车多出1.5倍 而每月支付的保险费也是燃油车的1.4倍 直接介绍引擎盖内各种配备 贝比对于车子零件装备非常熟悉 自己除了有燃油车之外 也会开电动车代步 减少引擎启动快速 电动车性能也有一套 同时拥有燃油跟电动车 贝比在维修上 两者车款也有限注差异 电动车它虽然维修的东西比较贵 可是它零件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大小电池 然后再来就是底盘一些件 然后冷气的一些件 就这样子而已 那它现在目前是已经过保 过保的情形下 它的大电池坏掉了 目前原厂是跟我报价是108万 所以维修起来的话 大概就已经是它目前的残值了 最近David电动车即将更换电池 回原厂巡混 更换就要破百万元 加上现阶段外厂技术尚未成熟 让电动车维修受到关注 David表示 电动车在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 过了八年保固之后 车主会面临到的挑战可不少 你要修的话 你也是只能回原厂修 所以它没有什么比较的基础 你回原厂大部分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电动车它是装了一个很大的电池 所以它车大部分都超过两吨 都比较重 那重的车 它对底盘的承载 就是磨损就会比较大 所以它一些底盘周遭的零件 它的磨损的速度 也比一般油车来得快 电动车维修比燃油车贵 专家分析四大原因 一是不回原厂修不了 很多零件技术 外厂仍旧不熟悉 原厂价位自然就高 240主件比较贵 维修难度也高 第三是维修技师门槛提高 相较于传统燃油车 电动车维修技术更多元 第四是维修时间拉长 电动车组装复杂 技师得多花50%的时间 找出车况问题 我觉得电动车的维修这一块的话 未来可能五年到八年之间 都还是会很高的 那主要也是因为量的数量的问题 那数量多的东西 那基本上我们在订那些材料的时候 它价格自然会有下降 那台湾尤其是台湾 台湾的外厂其实很厉害 那外厂跟原厂的价格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 我们去原厂保养跟外厂保养的 那个价格就已经有价差了 电动车在国外技术较成熟 在国内虽然有所进步 但比起燃油车 相关维修技术还要更多时间加强 保险公司调查数据显示 电动车的平均碰撞维修成本 约是修理所有汽车平均成本的1.5倍 电动车驾驶每个月的保险费 平均下来是燃油车车主的1.43倍 整理花费以现金来来看 的确是高于销售已久的燃油车款 虽然电动车维修比较贵 但专家也点出 当新技术规模越来越大 成本就逐步降低 知名电动车的维修成本 在过去10年来已经减少一半 现阶段虽然比较贵 但随着推行销售时间久 维修成本有望持续下修 电子元件的部分 比如说像一些镜头 比如说像一些电子元件面板 什么的 然后再让它的电动车 都会主打科技 萤幕都是那种触控的 萤幕会漏那个萤幕的那个翼 然后你要换就是换整个 你没办法只换面板 你不像说 人家手机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以前也是换一整个 现在开始可以换面板了 会渐渐比较便宜 如果电动车到后期发展到一个程度 它数量够多的话 它维修成本才会下降 电动车层选车趋势 维修费用水涨船高 但随着技术层面改良 高高在上的维修天平 逐线出现微妙变化 台湾的捐血率世界第一 不过最近10年来 年轻族群捐血人数减少 进而导致全台的血液库存拉紧报 民众玩起袖子热心捐血 全台血库告急 每年适逢学校寒假或农历春节前夕 血液库存往往拉紧报 在捐血中心里 很多资深的捐血人来发挥爱心 差不多两个礼拜捐一次 因为常常看到路边都在缺血 然后我又是做分离 应该都比较用途比较多 可以帮到别人吧 在农历前一个月 大概就是差不多12月底 这时候一直到农历年节前 用血会增加 那可能第一个是 可能心血管情境的人也比较多 那再加上有些人会在过年前 可能把一些手术早一点 在过年前处置完 所以在这段时间就是血量 就是医院用血会比较多 若以全血一单位250毫升来计算 我国去年已达到252.3万个单位 较十年前成长11.5% 血液基金会也指出 明年台湾的捐血率 会再上升两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的缺血情况 是越来越频繁 但让人意外的是捐血量 却是不断在上升 以203年来看 捐血率是7.54% 但到了去年是8.08% 排名世界第一 但为什么我们还是有缺血危机 世界各国的话 大概都在5%以下 我们是高到很高 就是8点多 那即便是邻国的日本 可能也只有4点多 所以其实在台湾来说 我们的用血量 其实是蛮高的 那这样的一个捐入量 其实因为我们必须满足医院的需求 所以根本的原因是在于 医院医院端其实有临床上的需要 那我们就一直配合着去招募很多的捐血人 连年上升的血库进步量 仍追不上用血缺口 问题就在于 我国用血管理太松散 医院习惯采用宽松的输血方式 一般人正常状况 血色素数值在12 13左右 但医生以往观念 若病人血少了 有点贫血 降到时就要输血 但在供血量吃紧的状况下 医院的用血行为也必须做改变 其实基本上如果临床上 如果病人有大量的出血 但是他血红素还没有那么低的话 可能会导致病情的一个变化的话 医师在这个部分都会采取 比较保守的一种态度 就是说我尽量能帮他 把这个血红素输高就输高 但是在过往的一些 像是临床的研究来说的话 其实血红素10以下输血 跟7以下输血 病人的他的结果跟预后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在用血的部分 其实要稍微限制去管控 因为毕竟我们来源 已经越来越少了 如果我们用血要大增的话 可能有一些紧急的患者 需要到输血 或者是需要开刀的这些病人 真正需要血液的这些病人 可能会面临无血可用的这种境界 用血管理相当重要 因为若以每年每千人口 使用的血瓶单位量来计算 台湾的红血球用量 是日韩的1.3到2倍 血小板用量是1.5到1.8倍 血将甚至差到3倍之多 输血是用来紧急救命 不能当作治疗的唯一手段 比较宽松的输血指引 其实对病人不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输血研究已经知道 如果我们对病人输血的量 比较多 输血次数比较多 其实会有一些 已经知道的风险 比如说各种的输血反应 会发伤 会发冷 还有会过敏 比如说癌症的复发 比如说像感染率的增加 或是发生血栓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我们医师 在输血过程中 能够谨守这个输血指引的话 那对我们的血环的降低 是蛮大的 台湾捐血率逐年提升 但大部分靠的是资深的捐血人 24岁以下的年轻人 捐血率及人数不断在下降 也让一届悲观预估 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到了2030年 血液供需恐不服使用 将成严重的国安问题 TVBS新闻 黄冠伟刘彦宣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市场新闻网粟 优优独播剧 per televis信息